常用笔刷分享,首先是梦幻画笔。 我是用来画草图的。 其实就是调节了轻压透明度和流量轻压的部分。 涂抹工具我一般是用的混合笔刷和涂抹笔。 过度还比较自然。 这个右上角的图钉是可以置顶整组笔刷的会变蓝色。 软件右边蓝展示的是置顶的笔刷。 库里是所有的笔刷,长按任意笔刷是可以调整位置的。 锥形画笔上色好填充。 橡皮这里有很多种。 这个是头发笔刷,可以画出毛绒质感。 下面带大家来制作几个笔刷吧。 打开中等化笔。 硬度调到100%,圆度调成5%. 流量轻压和轻压不透明度都调低。 这样你就得到一条丝带。 选择硬喷笔。 选择硬喷笔。 调整嘴巴形状选择软橡皮擦。 再来制作第二款珍珠项链笔刷吧。 选择笔刷,点3。 先调整硬度到100%。 把笔刷重压和轻压大小调成一样的。 透明度和流量大小全部调成100%。 然后调整间距。 一笔成形。 挑一个不常用的笔刷,我这里用的刺青墨水枪。 选择这个形状。 画笔类型改成标准。 调整间距。 把大小轻压重压调成一样。 把流量轻压调成100%。 调整旋转角度。 动态旋转选择,沿画笔笔记方向旋转。 这样的虚线我们可以用来画衣服和裤子上的缝线。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,谢谢观看。